在我童年的时候,我有一部老式的手机,它是一部诺基亚3310。 那时候,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,大多数人都使用这种功能手机。 我父亲给我买了这部手机,让我能和他保持联系。 我非常喜欢玩这部手机上的贪吃蛇游戏,并和朋友们使用它,组织各种活动。 在那时,我们都是非常满足于那些简单而有趣的游戏和功能。 不久之后,我父亲又给我买了另一部手机Motorola。 我非常高兴,我总是带着他到处走,和我的朋友们联系。 有一次,我去了我朋友家玩,我不小心把手机丢在了他家的院子里。 当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,我非常害怕,因为我知道我父亲会生气。 但幸运的是,我还是找到了我的手机,并从此学会了更加珍惜我的手机,不再把它丢失。 现在,当我回顾我的童年时光时,我总是会想起我最早的手机。 那时候,我们都是如此简单而快乐。 难道现在的世界已经忘记了那些简单的时光吗?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,我们似乎已经遗忘了那些简单而有趣的游戏和功能。 我想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回到那个时代,会不会更加享受生活? 你最早的手机是哪款型号? 你最早的手机。 你最早的手机和屋造了我的手机。 我最早里吃疼。 我最早的手机bard上帮过。